水清厌峻就连增文水库的蓄水率 也只剩下15%了 嘉宜跟台南这两区 在25号会进入减量供水 最直接影响的就是像是洗车 跟三温暖这些业者 他们都必须要节水使用 不过业者也很头痛 像是洗车如果没有高压水柱的话 作业的时间也会拉长 而泳池业者也是先行调降淋浴间的水压 这旱向不疏解 大家也都很伤脑筋 喷水洒泡沫 以往洗车高压水柱洗得快 冲得也快 但从现在起 水量变少 在嘉宜的洗车夜里开始伤脑筋 因为从25号起实施减量供水 水量变小的话 它那个时间就会拉长 民众用水开始有感 这水不得不省着点用 市区中央喷水池 因为陷水措施 短时间内看不到喷水美景了 那另外像游泳池三温暖 或者是水疗业者 这些我们都节水10% 来到同样也是橙色灯号必须减量供水的台南 游完泳想冲个澡 这连蓬头的水变得颇小 受到陷水影响的还包括泳池业者 目前是在淋浴间我们减量减压供水的方式 那并且请民众来缩短淋浴的时间 水情够紧南部几座水库蓄水量都往下探 增温水库只剩15% 南华阿公店水库也都在五六成左右 嘉义台南两区不得不进入第二阶段陷水 民众期盼老天快给水 更需要大家共体时间 一起珍惜这每滴都珍贵的水资源 华日新闻台南嘉义报导